现在美方有一个想法 而且是由国会议员所提出的 就是要打造太平洋火力环来对抗解放军 但是这样的战力会不会被现在 美国自己也有一些需要去改进的短板 我们就来看的是 这个是美国共和党的议员叫盖拉格 还有恩斯特 他们要推出这个2023年的火力环法案 这个法案大概的内容就是 评估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打击能力 而且弥补美中飞弹战力上的差距 短程飞弹要部署在包括像日本跟菲律宾 长程飞弹则是部署在澳洲的北部 还有太平洋岛屿以及阿拉斯加 希望能够抵消解放军飞弹的主场优势 好 那么问题来了 这样的部署如果真的可以这么做的话 它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 包括像日本跟菲律宾会答应吗 其实这来看 其实美国国会议员盖拉格跟恩斯特 他提出这个所谓的2023年的火力环法法案 火力环法大概刚刚主人说讲的 大概就是沿着日本然后菲律宾 这个第一岛林部署 还有到澳洲 然后甚至到太平洋的岛屿 甚至到阿拉斯加 等于环太平洋 东安西安全部包含在底头 因为它可能会牵得到一个是这个短层的 包括是像日本 短层的部署在比较近的 差不多1000公里 然后中层大概是关岛这个部分 差不多5000 然后接着呢 在这个更远的地方向这个 就是阿拉斯加它一万多一点 它可能分三层 那因此看起来为什么这样部署呢 它其实也是源自于当初这个 去年8月 美国这个中医院院长佩洛西来 来这个台湾之后 引起了这个反导军演嘛 那当然美国就有警戒 因为毕竟现在中国呢 比较就是比较先进 而且比较发达的是火箭军的一个建设嘛 火箭军 所以我们之前就是前阵子发现说 这个习近平他要去 强力去整顿火箭军的一个就是体系 他要掌握这个东西 因为掌握了 现在谁掌握了火箭军 谁掌握了这个印太的安全 因为毕竟它是一个跨岛 一个跨海的一个长城的威责力量 美国因为没有有效的部署这个陆基 陆基飞弹 因为你光靠这个航母呢 其实也很难去完全做一个部署 你根本很难去抵抗这个中国 在这个所谓的印太地区的一个主场的 主场的优势 那一起我提出这个法案呢 当然是试图能确保 这个整个一个印太地区的这个 利用军事的威责来做一个 威责跟威责来抵消 让中国不要去特别去对付这块 所以我觉得美国跟日本呢 其实菲律宾呢 我觉得他们会支持 因为他们毕竟呢 在美国 他们的这个印太地区呢 只有这 当然三个国家嘛 一个日本 一个韩国 一个菲律宾呢 是他们的军事同盟 我觉得他部署这个 我觉得日本跟菲律宾 应该不会表示反对 而且会让他支持 而且讲到陆基飞弹 这边有个数据 就是中国固定跟可移动的 陆基洲际弹道飞弹的发射器数量 目前其实是已经超越美国的 那这样的飞弹呢 就可以用来打击印太地区 美军目标的这个飞弹 现在有估计的话 大概是1250枚以上 那所以呢 当然对美国来说是备受威胁 可是美军自己 现在也在检讨一件事情 就是在画面右上方 这边显示的 就是美国国会研究处呢 CRS他们公布的一个最新数据 表示说到今年为止 美军现役的49艘 核动力攻击潜舰当中 有多达18艘需要维修 而没有办法出海巡役 美造船厂呢 就是说美国造船厂 他们的延宕啊 对于整个美军特别是潜艇啊 这个海军的战力啊 造成严重的影响 因为算了一下啊 这个比例是达到37% 等于有将近四成的攻击潜舰 都没有办法来进行部署啊 那意思呢 维修而无法出勤的比例 现在是明显是超标的啊 那所以呢想请教这个纪文兄啊 对于美军的整个军舰 或说整个海军的造成的影响 还有包括现在美方看到的问题 可是因因之道有吗 其实我们看这个问题 我们先把视角放大一下啊 其实美中之间大国这个军事博弈 那过去几十年来 解放军是针对美国的战力 做一个不对称的一个发展 针对它薄弱的部分 然后在这个地方重点投资 刚才讲到那个飞弹就是如此 特别我们都知道 火箭军它的这个飞弹 是用于妨碍你 在我中国周边的海空域 进行一个介入 或者这个干扰的这个作战 因此它本身占有地主优势 这个美国很难挑战 那另外在美国有优势这个部分 却因为美国自身的各种原因 那已经不太稳定 尤其是海军船舰 这几年美国海军的船舰 经常发生包括碰船 还有一些大家认为 不可想象的事故 比如说2020年7月 这个好人理查号两栖攻击舰 属于黄蜂级两栖攻击舰 居然在维修的时候失火 结果直接报废 这个是美国海军这几年 面对一个灾难性 那另外它的潜舰虽然数量多 刚才讲到它核攻击潜舰 哇 四十几艘 但因为它本身维修能量的限制 很大批船在排队进行维修 那偏偏美国的造船业 过去几十年 它这个发展的是慢慢凋零 譬如说我们了解 美国海军它主要的造船修船厂 大概有四座 其中最有名就是 在诺福克军港附近的 这个英格斯造船企业 那另外就是通用动力公司的 巴斯钢铁造船厂 那前者它可以生产和建造 和动力的航舰 还有一些驱逐舰 甚至这个主要的作战舰等等 而巴斯钢铁厂主要就是负责 所谓的核潜舰的制造和维修 试想它那么大的船舰 要供应这么多 包括水面舰 潜舰 日常的维修需要 它本身是超能量负荷 我记得这个Ross也在节目当中讲 说美国海军真的是麻烦大了 这个要赶快想办法处理问题 另外也看到最近这个Mili 就是美国参谋联席会议主席 他这个说呢 如果美方要劝阻中国大陆 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话 就应该要更快的对台军售 还有交付武器 就是老调重弹了 然后特别是反舰飞弹 也说呢 就是现在要接替Mili的 就刚刚我们也提到的布朗 那他是现在的空军参谋长 他说美国国防部已经成立了 另外一个高级整合团队 记得前一阵子国防部长 Austin不是在讲说有一个Tiger Team吗 就是老虎小组 所以这个国防部的高级整合团队 会不会又是另外一个Tiger Team 国防部内部组成这些团队 这个是给政治人物国会 因为国会议员对这个交货的问题 就是已经军收给台湾 但是交货都要得累 那国会议员非常豁大 所以国防部组组这些团队是给政治人物 给议员交代 对但是这个你说我们有组一个团队 那另外一边更重要的就是在军侯商那边 他们制造能力不怕是缺工或其他的因素 或要交给吴格兰等等 所以你可以组一两个团队也没用 因为充电还是在早上那边在军侯商那边 不是 只是换个名目 行政部门很多政府碰到问题 第一个就是成立专案小组 专案办公室嘛 对不对 再大一点就国家队嘛 你先有一个东西出来 然后大家在开会决定说我们到底要干嘛 明目一个一个比好听 高级整合团队 对 我们在台湾也不是很生疏这一类的作为 真正的关键是你要去面对什么样子的问题 针对中国大陆的每一个重要部会 从中情局到国务院到国防部到国安会 都有这个小组 但这个小组平常它的功能本来就有inter agency 所谓的跨部会 那你现在再加一个帽子 你顶多可以做的就是说有哪一个部会牵头 或是统合 那中情局 就我的了解就是说 因为中情局它的情报的来源比较快速比较多 所以从分析的角度 判断的角度来讲 很多东西都是还是交给他们来做 那关键在于啊 美国现在到底多了解中国大陆 对不对 现在彼此护照 可以拿Visa的越来越少 那么交流的越来越少 所以如果布林肯是张良 叶伦是萧和 这个Millia是韩信 那张良跟萧和都去北京 那个韩信打电话还没人接 那现在这个我们今天谈的很多问题 危险接近这些 就是美国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老实讲你组了多少个团队跟专案小组 面对的问题是一样 没有解方还是不行 这是我想讲的 不管你成立的是小组还是团队 还是任何whatever 一个很好听的名称 但重点就是 它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实质效益 真正解决台湾军售延宕的问题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关注的就是 啊东南亚这边啊 东协的外长会议有哪些看点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国益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棋局 欢迎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二到周六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